本來就是女王教室的 我這麼小聲 請問聽不聽到呢 讓我看看 還有看看有沒有人進來 咪咪這樣夾可以嗎 應該可以的 很厲害 聽到 你很聰明 收得很清 為什麼這麼便宜的咪都可以收到這麼清 那想什麼東西買那個這麼貴的咪呢 不同的 我們唱歌的名字 唱歌 唱歌 看得到嗎 沒關係看得到 但會很怪的 很怪的 很怪的拿走 那好不好 好嗎 好 好 好啦 那今天我出了一個post 是講這個奧修善卡 不知道大家聽塔羅牌就聽得多 奧修善卡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 對 那就由BreadCat說了 不是一張卡 哈哈哈 講完 通常我這張這麼短 哈哈哈 一張卡 三個字 有79張卡 對啦 哈哈哈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 奧修善卡 不是塔羅牌也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 可以告訴你 其實它也是塔羅牌 哈哈哈 哈哈哈 它的英文 也是塔羅牌 也是塔羅牌 其實也有很多人都說 奧修善卡這件事 就是 說的是 不是對這個占卜用的 主要是對一個 靈性成長用的牌 是啊 就是 咦 為什麼突然 黑了燈 好浪漫 對啦 燒了啊 就是叫我不要說了是嗎 OK 不是 其實它是搞一些氣氛 OK 沒事了 OK 行不行 漂亮是嗎 光了 Beautiful 還要漂亮 對啦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題材呢 因為接下來 都 星期日 我們會有一個開牌的班 不過我就沒有 好像沒有公開 絕對沒有 我們一向這個習慣 對啦 要到差不多爆滿了 其實是爆了 對啦 黎燕滿 對啦 因為很多學員都會問一些問題 或者其實也有 遇過很多朋友都會問這些 那我就一次過 就環點都是 今天解答一下這個 是 就是我對這個澳修善卡的看法 當然 這個就不代表所有的占卜師 又或者不代表是所有用澳修善卡的看法 只是我main trend的看法 好了 那我就說一說 外面街 一般就是覺得他 有些人就覺得他不是塔羅 那我剛才解答了 其實他也是塔羅牌之一 嗯 而就是 在我們這個空間裏面 我們講的塔羅牌 其實都有很多種類 種類 就是過千種 都不誇張的 其實真的有過千種 很多 那塔羅牌呢 剛剛講的心靈感應 可能那個畫出來 可能我現在connect到某些東西 我拿起畫紙 我畫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可能我畫到一個數 都可以變成塔羅牌 但就是很我自己獨特的 譬如man trend塔羅牌 那樣 我沒有這樣的天分 哈哈 但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是屬於我個人系統的塔羅牌 就難一點去 讓大家去明白我的狀態 所以其實 一般我們去買塔羅牌 那些叫尖木卡 很多時候 很多都是因為那個圖片很美 我自己初都是 這張卡很美 然後就買 那裡面合不合自己 其實不理 所以我們買了一大堆回來 其實你在那裡揭 只是欣賞那個圖片 欣賞那個顏色 但也不要緊 又不是真的太貴的 第二 第一 欣賞一下 眼睛 覺得很舒服 第二 其實你不停揭 它也有一個能量 就變成一個療癒的功效 但你說一般 占卜師都會有它自己的一些工具 因為各個人用的 我們叫做工具 都會不同的 例如我用的 就會用澳洲禪卡多 反而 就是最原始 所謂最原始 的塔羅牌 就是最普遍 多人用的那種 我是沒有感覺 對不起 所以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拿起那副牌 來用的 我是從來都沒有用到那副牌 我中學時代有 是嗎? 是啊 我真的很流行 我真的去店舖開買 不是啊 去店舖買一副 然後我就自己開 是嗎? 從小就是一個 是嗎?我沒有聽你說過 從小 其實天生就已經是一個占卜師 好像 Black Cat 例如他看前世 他都有他的工具 那 Black Cat 他就會有一些叫做 殺滿的一些 石頭 種子 石頭 加大那個 巫師 巫師 能量 可以這樣說 把東西放到很大 或者聯繫一些 無術的能量 然後就看的 看回一些東西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具 就是獨特的武器 那 好了 那先說到奧修禪卡 很多時候 有些占卜師 他們都會說 奧修禪卡 都是一個成長路 幫助你自己 關照自己 或者幫助自己成長 令到自己的智慧 增長的時間 會用的一副牌 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占卜用回 最原始的塔羅牌 因為他們覺得塔羅牌 比較實在一點 奧修禪卡 他們會覺得 是比較靈性 但我自己 很奇妙地 我就相反 我覺得奧修禪卡 我經常說 奧修禪卡 是很grounding 很實在的 對我來說 也可以這樣說 其實 最重要是 占卜師 和牌的緣分 又或者是說 connect的能量 如果是的話 其實一位占卜師 他用什麼卡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占得很準 所以 不要一看到 善字 就很害怕 因為 糟了 我又不是那些很善的人 然後我覺得 奧修叔叔 說的東西 又很善 他又聽不懂 上次我們讀牌 讀牌 讀牌了 然後大家 勾了罪 其實就不用怕 他善的意思 其實我們都在說一個 靈性開發之餘 其實對我來說 一個善字 都有關我們的 底輪 那個叫生存 心靈 心裡的慈悲 加上一個 靈性的智慧 其實我覺得 反而 奧修神卡 你領悟到 用到的話 其實是更加 全面 因為我們在說 譬如說 靈性 你說覺得實際 譬如說原始的 塔羅牌 是很實際 的話 那就是底輪 底輪 如果我講 建一層樓 譬如 我有 100呎 100層樓 我們在說 底輪 塔羅牌 就是 10樓 好了 然後 其實我們 建一層樓 建一層樓 先建一層樓 通常上面 就是心輪 心輪位 是50樓 然後再上才是100樓 即是說 當你如果用到 奧修神卡 這個範圍 的話 其實 好神話 哈哈哈哈 即是用到這個奧修神卡 的話 是嗎 我再來說 我再說一說 實際就是你建樓 你建這個最高層的時間 其實 你首先要建到 第10層 第50層 你才建到100層 嗯 即是說 當你建到這裏的時候 你懂得用 奧修神卡 比喻 其實你已經是 包括了50樓 和10樓的東西了 那你用到奧修神卡 基本上 你用很多的塔羅牌 又或者尖撲卡 都會懂得用 還有用到的 哦 原來是這樣 哈哈 哈哈 你明白了吧 其實重點 有些人 其實 最近 有些人知道 有得學 開班 其實他們很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接觸多些 你問 我問 我跟他們說 其實我都真的很有興趣 但是呢 是不是學完之後 一定要開牌 即是幫人開牌 不用 沒關係 很搞笑 我問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 我們這個行業 當然 我們有我們的使命 有我們的緣分去做 我不是想做占卜 我又可不可以學呢 剛才不是說了 就是 是不是太閃了 大家就不知道 一講奧修 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其實我講了 你 因為一供應了 奧修銜卡 是講的是 我們的 靈性 即是 新心靈 那個 智慧的一個開啟 或者一個成長路 奧修銜卡 是你可以學來服自己 用的 即是自己做人 用的 可不可以說 其實是一開啟 就可以見到自己 裡面 其實是 在說什麼 領悟那個 內心的東西 你讀一讀 你先要名牌 你見到牌 會沒有感覺 那怎麼辦 所以 就是要學 譬如你來學的時候 我就不會好像 一般的教法 我是很另類 因為為什麼 我知道 你什麼都另類 我去理解這一副牌 我都 從來我都不會看這一本書 即是你叫我去 即是你叫我去 你那本書去哪裡 那它是奧修銜卡 那它呢 這裡 會有一副牌 那 即是基本上 因為你開牌就有牌 然後呢 它會附加一本書 那這一本書 就是講著 牌二 即是牌的意思 之餘 其實另外一邊 它就會講 奧修 他對這隻牌的一個解說 那我從來 我都真的 我講了很多次 我真的 不敢看 因為為什麼呢 我試過看過 兩隻牌這麼大把 我就是 都是 是時候 不要只憑直覺憑感覺 不如 都看一下它 究竟講些什麼 即是我都 覺得應該要 再深入些了解 我覺得很多年前 那怎樣 好了 揭完 看完第一隻 再傻瓜牌 再看第二隻 然後呢 好了 那客人來到 開牌了 開完之後 剛剛就是 真的揭了那兩隻牌 我突然間啞了 那兩隻牌 我不懂得解 哈哈 是啊 因為我裡面好像有一個 即是輸入了其他程式 那樣 輸入了一個資料 名字啊 名字啊 好像有一個限制 局限制我 去解這些牌 但是我怕自己會是 領悟錯了一些東西 然後解錯了 嗯 即是突然間 那個制會打開了 那我就死了 那我就真的 以後呢 我都不敢再揭開這本書 那所以呢 你跟我的學員 不要緊 你說我看完 我已經背熟了熟讀 都不要緊 當你來上我的課的時候 然後呢 我有我的 去領悟 澳洲叔叔的解說 是的 那我就把我的領悟 就告訴你 然後你又看看 覺得 會不會 就是 咦 好 好實際 原來是 可以這樣去理解一副牌 因為其實理解一副牌 尤其是 占卜 這些所謂的 潛意識 靈性 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 有一個 你 局限 你局限了就不是 就不是 connect的 局限 你讀書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 A加 B就等於 C就行 那用不著去 去領悟 或者去自己 去connect 其實不用 是的 所以其實 如果 未來上學的同學 即是 我們好像星期日 是的 不是星期六 是星期日 的同學 譬如你家裡已經有一本的書 那需要否讨论才来呢 其实是不用的 因为我经常都说我是不懂字的 跟我的人是不需要读书 不需要死背的 因为死背和读书 绝对我告诉你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你打算开第三眼 开零星 你真的死背一本书 其实考试就可以了 那不用关系的了 不需要死背 死背了之后死定了 我告诉你 就是你跟我说死背了 然后揭那个牌 我真的有这样的经历 好像Black Cat有没有什么经历 开过牌的时候 有 因为我真的有去报工联会那些班 你不要说了这个名字 不要紧了 他是特别学不到东西的工联会 然后我就上了两堂 然后我就没有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解释得很清楚 他其实是逐张牌说回故事给你听 其实不是好吗 应该 但是我睡觉 然后还要 他读书多少课 其实好像有七课 但我请一两课 然后他就在那里说 假设一只牌子 然后他就会叫你 你看着牌子 即是里面的牌子 你就看着它 然后最有感觉的对话 就是那只牌子的解说 其实不是很适合你吗 然后我就在那里说 蛤 其实我看完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那算了 我还是不回来 因为你不够蝉 你不够蝉 你不够蝉 其实我也是很蝉 我说完了两句 我说完 平时都是这样的 你自己回去参考一下 对 这个不是蝉 你很蝉 很难解释 比如说有79支牌子 我做了這麼多年 開過無數次 每一次其實都可以不同 你問我為什麼 其實我都回答不了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每一次的感覺 感應都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來上課 我只是開四課 一個基本認識 或者看看怎樣聯絡 或者我另類的方法 會不會幫到一些朋友 因為有些朋友說是你學的 其實他已經學過 但是他說 越學越迷失 像我一樣 越學越迷失 可能不是老師不好 我覺得可能方法不適合你 又或者是老師的緣份不適合 或者他的解讀 也有很多人很明白 只是真的不適合你的緣份 就是看醫生 是的 就是醫院 變成我今次的方法 我可以說 教的時間 我不會有任何牌陣 所謂的牌陣 也不會有屁股 也不會有屁股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屁股 不會有任何牌陣 我只是一個 我會帶領著 譬如同學 如何去領悟這一張牌 我也會說 例如說 他在說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澳洲禪卡 它裡面 首先有圖片 當然 它有些顏色 顏色 我會告訴大家 大約的意思是什麼 顏色裡面 有格仔 格仔裡面 都會有一些顏色 顏色的 還有數目的 是的 有數字 有顏色的 我用我的方法 去告訴你 我的領悟是什麼 而你也可以 學員可以用回我的方法 自己再消化 或者 再消化一套你的系統 都可以 所以其實 我在那四堂裡面 我就會這樣去做 希望學完 等於零化一班 不是教你們去 學完之後八卦 而是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自己在成長 裡面 即是靈性成長路裡面 就可以有一個進步 一個進化 或者有些事情 經常都 想不通 可能你們開一張牌出來 是的 然後 可以看一下書 但就不要死咬著這字 不放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字 你真的不明白 就扔開書一邊 然後再看一下這張牌 個人靜一靜 想一想 然後 究竟這張牌 想告訴我 什麼 就是反而是這樣 去感應 或者 connect一些訊息 就不用死咬著 那張字不放 就千萬 靈性的 千萬不要這樣 還有今天就想講一下 其實我講完了 這張牌 其實都是想講講 解答學員一次過 解答 我就免得逐個錄音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開第三眼 這件事 最近也有很多 什麼是第三眼 對 第三眼 就是兩隻眼 以外的眼 哈哈 這隻眼 就是在我們眉心輪的 這裡 不是那裡 就是二郎神的眼 對 二郎神的眼 就是在這裡 其實 有一些朋友 天生 是一些叫 靈媒 他們就 不是眼尾 都不簡單 他們是 真是天生 做這件事 他們一出生 眼已經開了 就不是 好像 就是 硬開這件事 亦都 有一些事 是 不能夠勉強的 反而 本身天生 開了隻眼 出生 什麼都看到 就是第二個空間 看到的朋友 他要花時間 去把它收拾 關起來 關起來的意思 不是關起來的 如果他的使命 來到這個世上 是需要 跟他們溝通 他要學習 什麼時候關起來 什麼時候開 你開哪一條頻道 就關起來 他要反而學這件事 他們花的時間 可能比我們 要強行開 更加長 還有 不要想著 開了你的天眼 我們所謂的 就是 開天眼 不要想著開了之後 很方便 是的 是很忙的 開了天眼之後 因為 我上次也有說過 如果 我們 另類空間的朋友 知道你有天眼 他有什麼事 一定第一時間過來找你的 第一 第二 動物 又會找你 然後 你看不到 用眼看不到的朋友 又會找你 總之 其實你是會更加忙 還有 有些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承受到 就是 比如說 開了天眼的朋友 有些 自己做這行 就知道 你會看到一個人 的前世 他怎麼死 是的 或者 他 有一些 另類空間的走過來 他 不用說 你都看到 他可能是 你是 跳樓的 你是 被人殺的 你是什麼的 就是 總之 就是很忙 所以你說 開了天眼 是否特別方便 你日後的人生呢 就可以告訴你 除非 你已經 準備好 承受這件事 又或者 你的 使命 接下來是需要做這件事 這樣 可以開的 但是開之前 請考慮清楚 不要特意去 做這件事 不要特意 有些人 就讀很多不同的課程 都想 開天眼 即是有的 有這些的外面 開天眼 想看到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 這樣不是不行的 我們可以透過訓練 和鍛鍊 去開 怎樣 你弱語了沒有 這個消息 我也不想 他回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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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 各位 不要介意 真是 噁心了少少 但是沒辦法 我說 Black Cat在回應 那 Black Cat是否天生 我就不知道 但是在這一刻 他肯定是 開了 某些東西 但是 跟開智慧 就有些不同的 第三 接通天 接通天地線的眼 就不同的 智慧另一件事 那 喂 Aman 我來上課 如果我開 奧修禅卡 如果我要 connect 天 我會不會開天眼呢 其實就 開智慧 不要說開天眼 那我上課的期間 都會可能 教大家 做少少 meditation的事情 因為首先 我們譬如說開牌 我們要確保 我們周圍的環境穩定 我們都會做一些 很簡單的 meditation 然後做一個結界 然後做一個靜心 然後才開牌 那就比較 就準確很多 而且確保 就沒有別的騷擾 咦 你可以說一下 沒有啊 阿娥姐說很想看到你的桌面 為什麼今天看不到桌面 今天桌面沒有 桌面其實沒有 只有剩下的 有個袋 有個奧修本書 奧修的卡 沒有 就是這麼多 桌面 有個零擺 那 沒有什麼事 都不要搞眼睛 很忙 很忙 是啊 做我們這行的 就知道的 我也 訓練了一段時間 就是最早期 是可以訓練的 就是connect的時間 初期 是真的 24個小時 我有20個小時 都不用睡覺的 是的 因為你不停不停 很多訊息 就算那4個小時 睡了覺也好 其實那4個小時 睡覺 都閉上眼睛 但你也會看到東西 是的 真的很 很硬睡 很累 但也OK的 可能開到某一個輪位的時間 你是不需要吃那麼多 睡那麼多 這樣 是的 那 今天也沒有什麼特別 想說 這個 牌 這個奧修禪卡的牌 和塔羅牌 有什麼分別 我將會開這個 牌班 究竟又會是 用什麼方法去演繹這件事呢 那我就一定是 非一般的演繹 因為我是沒有 哈哈哈哈 做什麼 有人私下 呃 是 是 PM我們問 是不是奧修派班 已經滿了 我已經天天追Post 是嗎 哈哈哈哈 因為真的沒有出過Post 可以 對不起 是沒有出過Post 因為這個私下 是 是的 這樣的 就沒有出Post 是一會兒出Post 然後滿了 這樣 哈哈哈哈 請問滿了之後 你還會不會開呢 我有的 但是因為六天 都可以的 大家夾期 或者放工後 因為 因為開這些牌 我盡量不想選擇在放工後 因為我想大家呢 那天是睡覺 睡足夠 足夠 輕鬆的心情 就不要 哎呀很累啊很累啊 因為 因為這個 開牌 跟我零擺班一樣 我希望大家 不是盤著來 八卦的精神 或者八卦的 概念來 我是想大家 透過這副牌認識之後呢 是可以跟副牌 教學相長 而又令到自己更加明白事理 更加理解人生的一些走的道路 或者理解一些你估計不到 想像不到的答案 那 對啦 閒一點點 到時我不知道能不能翻譯到 我盡量 有朋友想問 那如果開了一個第三晚呢 那怎樣可以選擇姓生買 嘩這件事啊 如果一個天生的 就是我認識一些朋友 那他都要花時間去 那 關起來呢 我講的 如果你真的拼了去 你就完全是 可能要叫一些師傅去做 或者你可以自己練習的 練習就像我們 我想什麼時候開 我就開 我什麼時候關機 我就關機 那這件事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本身的感應 感覺這麼大 會不會是有一些使命 你是需要做的呢 你這一輩子 你不圓滿呢 你都不用指望那隻天眼可以關上 這樣 嘩這件事很恐怖 好 就這樣 那一定有些事情 沒有理由你這麼敏感的 是不是 那 當然你說 嘩我體質真的越來越差 或者什麼 那 那究竟你是還債美 就是我講恩果關係 是還債美 還是你已經還債了 可以關上 或者我可以什麼都不管 那看你的天眼開 開到什麼程度 你只是一個感應的 你不是看到那些兄弟走來走去 你不是看到那隻蝦跟你講話 或者 走過那隻蟑螂又跟你講兩句 那你當然很忙 對不對 我們這麼多眾生 看到看不到都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是覺得很有趣 還是覺得很忙呢 還是你覺得很討厭 還是你很想幫忙呢 那看看你自己去什麼界限 嗯 或者你的天眼開來放 好像我們這樣用 接收而已 幫人來解決一下問題 那 可能你有些事情真的要做 如果不是 我真的找不到 那可能你找我聊天 這樣 這樣會不會直接 找我聊天 這樣 那 其實開了會不會有些好處呢 其實我覺得有 你有沒有覺得有好處 我覺得有一點好處 如果不是那麼激 其實有一點好處 有一點好處 忙一點 你用得到 或者你真的需要用 好似 你做占卜 那你沒有理由不開 不開 是吧 那你不開就不行 那或者有些使命 你需要做 你真的要看到 那 就開了 那無緣無緣正正常常 又沒有什麼特別 又很幸福的家庭 又上班回學又很順意 沒有什麼 就別開了 是吧 不要搞這種事情 就跟你看前世一樣 我在開什麼眼啊 無端端抄 unemployment 對方路從來為什麼做彩排 我就會選擇 Freddy 完了 沒有啦 還有朋友有什麼要問嗎 真的沒有啦 沒有人有興趣聽 因為太深… 都太多了 實務說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講好了 但不要緊。 總要就是假設所有人都好了 對 我覺得就是 最重要是 有個眼睛不可以殺完 會堵塞 那個眼睛是排毒的眼睛 因為很認真地說話 你們可以說什麼 沒有辦法 不要緊要人家已經習慣了我們的頻道 我覺得最重要是 開心和自己解決到一些難關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心裡腐足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重要 總之我都是常常強調 你有靈性很高很厲害也好 你心裡有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愛的存在 有愛的存在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每一個人的所謂人生課題 因為人生課題這件事 是包覽了很多東西的 人生課題裡 我覺得愛是最基本 心裡是連接地上 連接上面 這是每一個不用檢查 不用看的 都是一個愛的課題 所有人都需要經歷的 好了 今天就解答了這些 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有什麼WhatsApp了我 反正也是 一次過在這裡說 方便一點 因為我打字很低能的 有人在圈我 大家要吃飯了 好了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說的 你快點說 說什麼 Lake and share 如果大家都愛我的話 請你Like and share 這句話很重要 我現在每一次都要說 習慣 習慣都要說 但我只會說一至兩次 我不會說五十次的 Lake and share Lake and share 就這樣了 我們開餐了 拜拜 拜拜